阿蒙尼姆赫特一世 他成了法老之后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个儿子接替了父亲做了法老 他会按照自己父亲的方式略做改动 或者不做改动 来守好自己的这一份家业 守好这一个政权 这很正常 但是假如是一个篡位者的话 篡是不是这么写的 写不出来我就不写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总是用计算机打字 电脑打字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字写起来还得仔细的猜想 才能把它写对 而对一个篡位的统治者来说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一个篡位者最害怕的是被别人篡位 因为他曾有此心 他曾有此举 他最怕的恐怕也是他的位置将来被另外一个他的插起或者说他的宰相 按照他的路子 夺取自己的王位 也就是说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法老的位置坐不长 或者说自己的法老的位置即使坐长 自己的儿子 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没法正常的登上王位 因此他就明思苦想 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万一我的维系尔 我的插体 我的宰相大人 也像我一样 诡计多端的话 那我的儿子将来能不能顺畅的接替我的王位 这便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于是他朝思暮想的结果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 我在位的时候 就干脆把我的儿子就提到法老的位置上来 让一个王朝有两位法老 两位国王 两个土治者 这不是很好吗 当然我们之间有分工 大的主义由我拿 但是呢 他也是法老 我也是法老 这就避免了一个问题 万一我被人谋害了 一旦我被人谋害了 我的儿子用不着过度 他已经是法老了 自然而然的用不着去 再去登基 他就能够很好的接替 自己的王权 自己的王位 这个做法是开天匹地的 也是在人类历史上 在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见过的 它是第一例 它是第一例 这就是 共治的诞生 这一招很有效 后来埃及的历史上 到处能够见到 共治的情形 也就是老的法老 并没有气势的时候 就将自己的接班人 自己的儿子 提到法老的位置上来 自己主内 主全国的主要的事情 这个年轻的法老 让他到边界去 带他兵到外来 打仗 一旦自己老了 不行了 干脆把自己的儿子 叫回来 让他来执掌王位 执掌王权 这非常非常的有效 一直到现在 仍然有这样的 事件出现 有这样的传统 在延续着 当然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当中 政治制度当中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的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的 因为这毕竟是很早的一个历史 历史的成名 历史的越来越开明 越来越文明 越来越好 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我们不能说 哪一个制度好 哪一个制度不好 只能说它符不符合 适不适合 当时那个时代的发展 当时那个时代的发展 在人类面临整个自然界 对自己的侵蚀的时候 我们人类非常容易 被自然界的灾害 甚至是毒蛇猛兽 所毁灭掉的时候 让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繁衍下去 这就是人类第一主题 也是最高贵 最高尚 最正确的主题 因此那个时候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繁殖 所以所有的古代民族 最早的时候 都有升职崇拜的 这样的一些物件 被后人发现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时代 最崇高的事情 就是繁殖 因为只有这样 人类才能生存下去 不然的话 人类早已经不在这个地球上 生存了 所以那是最 最崇高的 当然到了什么时候呢 到了地球上的资源 已经供不了人类 迅速繁衍的 跟不上这样的脚步的时候 这个时候 繁衍太多 那就不是崇高 而是罪恶 所以才出现 对于人类繁衍的限制 其中包括 我们中国的政策 计划生育 所以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 评价一个 一种制度的好坏 我们得看当时的情况 而不能按 抽象了一个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坏的 来衡量 我们必须得历史的看 因此我们说 共治传统 对于维护一个文明的稳定 维护一个文明的 持续发展 维持它的繁荣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当然 它的诞生 恐怕有这样的一点 并不十分光彩的意味 那是什么呢 由于它篡夺了别人的王位 生怕自己的王位 再被别人篡夺 所以才 名思苦想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手段 但无论如何 它对于维护稳定 它是异常重要的 但是 它最害怕的事情 不幸 还就真在它身上发生了 它最害怕的是 自己被人 自己的王位 被别人篡夺 最害怕的事情 是自己被别人谋杀 尽管 它的前任 或者说第十一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 孟图霍太普四世 是不是为它所谋杀 现在没有定论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材料不足 但它却是 非常害怕自己被人篡位 被人谋杀的 但遗憾的是 它的的一切 最后还是被人谋杀掉了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因为有两个材料可以证明 同时也证明 它的供制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有效 他登上王位 一段时间之后 把自己的儿子 后来叫 辛巴瑟瑞特 辛巴瑟瑞特仪式 他的儿子 提携到了 法老的王位之上 和他供制 良人供制一段时间 他为的就是 万一自己被谋杀了 但是呢 不幸的是 被他不幸而言中 他自己被谋杀了 怎么知道呢 因为 在他死了之后 在他死了之后 出现了一篇名文 草纸上的 应该不叫名文了 一篇草纸的文书 一篇教育 教育是古埃及的 父亲和儿子的 一些忠告的 这样的一种文体 尤其是在宫廷里边 大臣给儿子也是这样 那么宫廷里边 法老给自己的儿子 的教育 出现很多 但他这一篇教育 却非常 与众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个教育里边 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自己是怎么被人谋杀的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一个死去的法老 怎么能够 或者是托梦 或者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现身 书写了一段文字 告诉自己的儿子 自己是怎么被谋杀的 然后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这可能吗 不可能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猜想 一种猜想是 阿蒙尼姆赫特 其实并没有被杀死 还活着 但是受了重创 于是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教育 给自己的儿子 这是一种可能性 再有一种可能性 是 辛马瑟尔特一世 也就是说他父亲被谋杀之后 他对这件事情要进行调查 把他调查的结果 以一种教育 以他父亲的口吻 以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书写了下来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世的大臣 了解一些情况 以他父亲的口吻 写了这样的一篇文字 交给了他的儿子 也就是王位的继承者 继承者 辛马斯瑞特一世 无论是哪种情况 反正是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 被谋杀之后 出现了这样的一篇 他交给自己儿子 应该怎么做的 甚至包括 他自己是怎么被谋杀的 这样的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呢 我做了一个大体上的一个 一个翻译 没有翻译 因为这篇文字比较长 没有翻译完 我在这里呢 可以把这篇文字的前半部 最重要的部分 读给大家 当然这是我这个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才翻译的 可能为了押韵 有些地方并不是 翻的特别生动 但是呢 我还是尽量把他的原 原来的意思都呈现在这里了 他这样说的 一开始他就说 他说像神一样升起 请听我对你说 第一个是称呼 称呼自己的儿子 因为法老都是神 都是神 都是地平线上的 和鲁斯神 那么你就会像太阳神一样的 随着太阳船 从东方的地平线上 冉冉的升起 而这个升起 又代表着 你现在可以做法老 因为法老当上王位的描述方式 往往是金光闪耀的升起 在自己的王座之上 所以呢 他称呼的是自己的儿子 像神一样的升起 请听我对你说 你将统治这片土地 掌管两岸 掌管两岸 及海岸 实际上就是把整个的 埃及都统治起来 增加欢乐 增加欢乐 那么由于你的统治会整个 带给埃及民族 以欢乐 然后他说 留名 留神无名百姓 其密谋很难晓得 不要相信朋友 又不用相信弟弟和哥哥 全都毫无价值 密友一个都多 他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他自己被谋害了 而且谋害他的人 恐怕是他身边比较亲近的人 不然的话 他不会叫到自己的儿子会这样 朋友一个都多 甚至包括自己的 不要相信朋友 也不要相信弟弟和哥哥 全都毫无价值 密友一个都多 当你躺倒在床 你的心就是你的警卫 大地当前 没人会是你的拥护者 也就是说 你时刻要警惕你 你自己的安危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你的心就是你最好的拥护者 别人都不会 都是你最好的警卫 别人都不会是你的拥护者 平时可以 但是他说了 大地当前 没人会是你的拥护者 然后他继续说 说我曾帮助乞丐 孤儿我也收脱 我不分贫富 慷慨解当 可吃我者 对我反歌 我给他们吃的 他没吃的给他们吃的 没穿的给他们穿的 可是大难到来 他们反歌一计 反歌一计 我相信的人利用我的信任谋测 我相信他们 他们却密谋伤害我 穿我哑麻服装 穿我哑麻服装者 贪婪的看着我 我给他们吃的 给他们穿的 结果他们的眼睛 就像贼一样的盯着我 看着我 用我莫要香绳 去对我把水戳 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还是阴谋诡计的意思 我活着的亲人们 我人间的伴侣 为我如此哀悼 恰如从未听过 就甚至我死了 我这些亲人们 来哀悼我的时候 他们的虚声假意 也让我的灵魂不得安宁 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说 说因为一场大战斗 从未目睹过 这就是描绘自己 是怎么被杀死的了 如果战斗 在被以往以往的 搅斗场出现 胜利 不会给予 不知所措 也就是说 当时他描述 当时的这种阴谋 这种打斗 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谋杀 是一个什么样的谋杀事件 他说如果战斗 在被以往以往的 搅斗场上出现 胜利 不会给予 不知所措者 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 你在搅斗场上出现的话 你肯定会被杀无遗 然后他说 下一段 下一段实际上 就是描述 他是怎么被谋杀的了 他里面这么说的 他说晚饭后夜幕降临 我要离开 躺下养养神 躺在床上有点乏困 当我的心跟随睡神 实际上很简单 自己躺下睡着了 躺下睡着了 保护我的武器转向我 当时我像沙漠中的蛇一样冬眠 自己睡着了 然后他说保护我的武器 转向我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是身边他的侍卫 是他的保镖们 最后放隔一击 开始谋害他了 然后他这么说的 争斗中我惊醒 只见保镖们正在杀拼 这里面说明什么呢 说明不是所有的警卫 所有的他的保镖 都反个一击 都参加了阴谋轨迹 都杀他 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保护他们 不然的话就没有杀到 就没有这个争斗了 所以他见保镖们正在杀拼 如果我能握剑在手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 刚刚睁开眼睛 如果我能握剑在手 我定会叫懦弱者退阵 法老 那个时候的法老 都是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 统治者们 法老们 都是身材魁梧 而且履历超人的 这样的一些英雄 所以他自己也尽量的 表述自己的英雄 他说争斗中我惊醒 只见保镖们相互杀拼 如果我能握剑在手 我定会叫懦弱者退阵 可无人在业力强大 能单独战斗 无人 没有这样的人 没人帮助胜利 没人帮助胜利 就不会光临 这个时候恐怕 唯有几个 他的忠实的信 忠实的这个保镖 也被对方杀死了 自己又不能握剑在手 没有剑 所以他说 没人帮助 胜利就不会光临 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雪剑恭维 很清楚了 到这他已经写得非常轻重了 没有你 我的儿子 我的继承人 我的同志的法老 在身边 那么我也只能被人杀死了 雪剑恭维 然后他说 我将权力交于你 在大臣上府之情 我刚刚被杀了 这个权力自然而然就交给你了 在冥冥当中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通过精神的渠道 还是什么渠道 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在大臣们都不知道 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故的时候 将权力就已经交于你 这也是他共治的成功之处 我将权力交于你在大臣上府之情 所以为其促息而坐 我这里教导你 因为我毫无防备 未曾了到 未曾遇见反叛的徒人 当然后边还写了很多 因为今天呢 我主要是讲 他是怎么被谋杀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就 就不把每一句话 都翻译在这里 让给大家听了 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话 像他的这个教育里边 告诉自己儿子真的死了的话 那么他再能够 写这样一篇教育 那真是有点诈诗 他真让人有点害怕 这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 这样的一篇文字留存下来 让我们知道了 老法老阿蒙尼姆赫特 一世 精明一世 最后仍然没有被 没有逃脱被谋害 被谋杀的这样的一个下场 他死了 但是呢 他所预料的 即使自己被谋杀 共治的法老 也能够承担起 这样的一个法老的重任 这样的一个目的 的确是达到了 所以埃及第十二王朝 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而还是争争日上 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起来 因此我们说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 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法老 尽管自己被谋杀了 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法老 而且这个还是获取消强 他的被谋害是获取消强 是在宫廷内部的一个阴谋所制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一篇文字 也记述到了 阿蒙尼姆赫特 是怎么死的 或者说这个王位的交接 是怎么进行下来的 这很有意思 这是一篇很常天的故事 有一个 这个故事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出现在很多的瓦片之上 最早是一个草纸上的文献 描写的是一个故事 但是呢 他是以一个大臣的口吻 来描述这个故事